欢迎收看5月17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赵婷渝 首先来带您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了 今天清晨气象局对桃园市跟新竹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 另外对台北跟宜兰也是发布了大雨特报 一直到周末西半部都会有局部阵雨机会 另外提醒您了 下星期二因为封面通过 北部地区可能下谈20度 好 带您一起来看到国际媒体重要信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禁止外国电信设备 中国华为是目标 好 这就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针对IT威胁呢 川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接着看到大纪元时报纽约大都会本报道 美国对华为出口管制 今后华为将难以向美国企业购买原器件 恐怕无法销售某些产品 好 我们继续看到大纪元时报台湾版报道 华为跟70家子公司被美国列入了贸易黑名单 来看到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G20大阪市内9个区域封锁 一般道路被限制通行 早安新唐人先带您关心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公司与有国安疑虑的公司合作 那么最新消息是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今天接受财经媒体彭博社专访时表示 中国华为和70家附属事业 列入美国贸易风险名单 出口管制将在17号生效 Well, this is not really a part of the trade negotiation this is an enforcement action brought by th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which in turn is part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o this is not actually a part of the trade situation and it was not something that had been discussed in any of the meetings, the many meetings that were hel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sort of ban, for example, Apple from China not selling into China, not buying things from China or for that matter, put a ban on U.S. companies buying electronic components I'm not aware of any action having been decided just ye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it's a little hard to speculate what they might do and even harder than to speculate what we might do if they did take some action 好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 这次禁令并不影响美洲贸易谈判 而在市场反映上美股道琼周四收盘上涨了214点 好,美国总统川普昨天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告 为了因应国家紧急状态 禁止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公司 所生产的电信设备 那么随后美国商务部宣布了 把华为及其70家子公司纳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 那么外界分析呢 这个举动将禁止华为在未经美国政府的批准下 从美国公司购买零件 恐怕切断其供应链 严重打击华为的盈予 美国时间15号 美国总统川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立法签署新政命令 禁止美国企业与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敌手 进行商业往来 包括收购、进口、转让、安装、交易等 川普在行政命令当中写道 自动讯技术与服务、储存、传播大量的敏感资讯 促进数位经济并支持关键基础建设与重要的紧急救援部门 外国敌手创造利用自通讯技术 与服务漏洞的活动与日俱增 目的在于进行恶意的网络操控行动 包括经济和产业间谍 对抗美国和它的人民 在川普的行政命令当中 没有明确指出所谓的外国敌手是谁 但外界普遍认为川普的目标就是中国华为 路透社报道 美国商务部发出声明 宣布把华为以及旗下70间附属公司 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并指出 今后如果没有美国的批准 华为将无法从美国企业购买零组件 商务部则在最新声明中表示 将在150天内发布规范 以建立审查此类交易的程式 宣布记者指出缺少美国零件 将影响华为在全球的5G业务 据华为在2018年11月 在山寸的核心应用商大会上 公布的核心供应商名单 92家核心供应商当中 有33家是美国厂商 包括英特尔 高通 博通 微软 赛林斯 美满 美光 德州仪器 维藤电子 甲骨文等 路透社报道 一家根基于中国的美国科技公司表示 没有一家中国公司能够取代 华为的美国供应商 至少在几年之内无法取代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综合报道 好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 并把华为纳入禁出口黑名单 引发中共商务部回批 是滥用国安概念 不过 荷兰民众报 引述了消息人士报道 华为在荷兰大型电信公司的网络 安装了隐藏后门 以取得顾客资料 而荷兰情报与安全机构正在调查 华为安装的后门 是否让中共从事间谍工作 那么对于荷兰民众报的报道 荷兰情报跟安全机构表示不评论 而华为是否认了这项指控 好 越来越多国家 对中共不公平贸易提出了战略 荷兰外交部15号公布了文件表示 对中国采取兼具建设性 跟批判性的立场 也仰赖在北美 亚洲跟大洋洲 志同道合的国家 荷兰外交部15号公布文件表示 试图解决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防止依赖中国技术 荷兰外交大臣布洛克强调 过往对中共太良善 太庆幸了 4月初 荷兰情报机构警告 中共和俄罗斯等国对荷兰 采取了攻击性的网络战略 荷兰议会之前也曾表示 希望将中国企业排除在 关键的基础设施之外 荷兰每年从中国大陆 防止技术转移以及确保投资风险可控 荷兰外交部文件还写道 荷兰无法独自达成目标 我们倾向与欧盟同心协力 也仰赖在北美 亚洲与大洋洲 志同道合的国家 2018年 荷兰是台湾最大的 外国直接投资国 投资金额高达35亿美元 约相当于台币1080亿元 荷兰也是台湾在欧盟 投资最多的国家 新唐人亚太电视正面报道 好 川普政府签署行政命令 禁止企业采购 对国安构成威胁的 外国电信设备 外界就解读为是封杀华为 而经济部长沈隆金表示 华为订单将移转至 其他国际级的网络设备商 那么台厂供应链 应该要多元布局 抓住这次的转单机会 美国总统川普 正式签署行政命令 禁止企业采购 对国安构成威胁的 外国电信设备 外界解读为 封杀华为 中兴等中国电信大厂 每一个国家现在 对国家安全的数位的维护 在整个资料传递过程 所用的设备 一定要去考量 没有危害到 国家安全的资金系统 智能社会里面的话 欢欢节节 都是数据的流动 都是各自 都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美国现在带头 有了这样的一个 全国策略的宣示 那其他国家 应该也都会去考虑 往前走的时代 他们需不需要 有类似的考量 从供应链来看 台湾有不少厂商 与华为有关 包括台积电 群创 旺宏 伪创等 华为概念股 股价都下跌 美国封杀华为 对台湾厂商 有何影响 经济部长 沈融金表示 华为不是唯一的 网通业者 订单将移转至 其他国际级的 网路设备商 台厂供应链 应多元布局 抓住这次的 转单机会 供应链方面 我们大概 比如说 华为 还有Edison 还有 Acatel-Lucent 还有Nokia 华为是之一 那所以呢 我们的网通业者 他们会基于 这样的一个市场考量 他在供应链的部分 他一定会去做多元布局 那相对 也会给台湾机会 因为透过华为 被限制了以后 那相对的 有转单的机会 美中贸易战升温 加上华为 中兴等事件 资安成为一大重点 沈容金表示 自通讯产业的台商 快速回流 就是因为 高阶伺服器 在大陆生产 国际大厂会有疑虑 这就是台湾的机会 新台湾亚特电视 林家伟 赵婷玉张元亭 台湾台北参访报道 美中贸易战持续发酵 中国产品呢 可能会在台湾 洗产地 来规避美国关税 对此 中华民国行政院会 礼拜四通过了贸易法 修正草案 如果产品来到台湾 洗产地的话呢 罚金调高十倍 最高可以罚新台币 三百万元 那么法案后续要送到 立院审议 守护MIT 有五起 产地标示不实 或是报单的产地 申报不实 那包含呢 在保税区 自贸港区 客税区里面 都有案例 这是第一个部分 但除了这个 已经具体查获的以外 目前还有十多起 有牵涉到就是 它的文件是 变造 或伪造 好 经济部透露 还有十多起 违法的案例 已经移送 检调侦查了 那么这次修法呢 有三大重点 包括提高洗产地 罚还到三百万元 另外 如果厂商 违法出口战略性 高科技 或频道管制地区 包括伊朗 北韩 跟中国 大陆等 罚金从现行最高的 一百五十万元 提高到三百万元 那么最后呢 草案也订定了 吹哨条款 增列民众 检举产地不实的 奖励规定 好 我们再看到 随着美中贸易 冲突升温 值得注意的是呢 台湾笔电代工厂 将成为下一波 美中贸易战的受害者 那么这也促使 台商加速回流台湾 广达董事长林百里 就表示了会加码 回台投资 美中贸易是怎么看 你会加强台湾投资吗 要 要 要加强多少 是好机会 现在在国外好像难做 多多一上 真的啊 那你在台湾打算要投资多少 什么时候看得到 还在算 还在算 随着美中贸易战升温 台商加速回流 更传出广达董事长林百里 亲自打电话给 经济部长沈龙金 询问回台投资的相关细节 其实supply chain 完全取决我们的供应商嘛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事实上 我们现在还在谈 然后包括整个台湾的 整个infrastructure 而且因为产品线的东西 其实是蛮多的 所以现在 其实我们是很 现在其实是蛮积极的 现在是几乎 天天我们内部都做一些 很多的讨论了 事实上去年11月 广达才赤字 42.8亿元 购入两栋台湾厂办 为台湾制造做准备 而华硕则公告 将砸下14.2亿元 购买为在淡水的 辉瑞大药厂建物与土地 而美国下一波 要课税的产品 最大宗就包括了 笔记型电脑 台湾电子五哥 备受冲击 因为全球输亡 美国的笔电 有九成 都是仰赖台湾电子五哥 在中国大陆的生产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 有别于过去 中国的红色供应链 在美中贸易战 这波转型中 台商在飞红供应链 将扮演关键性角色 财经专家谢金合则 指出 美中贸易战之际 如果台湾财政部 在税制上更有填性 经济部努力解决五缺问题 这二十年失落的台湾制造业 就有重生的契机 新唐人亚特电视 林家伟赵婷 与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投资家巴菲特 与前高盛执行长贝兰克范 列挺川普对中方加关税 贝兰克范在推文中写道 关税可能是一项有效的谈判工具 中国对贸易的仰赖程度更高 损失也会更重 美国商务部指出 将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和70家附属事业 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大同公司公告第一季财报 每股纯利1.34元 摆脱连六计亏损 比特币涨失望16日涨破8300美元 富比市杂志指出 这与中国投资人抛弃人民币有关 报导说中共严格管控国内资金流出海外 中国投资人正想尽办法 要把人民币换成其他资产 新唐人也还练续整理报道 这瓶有机酱油 加了顶级黑豆 甘露泉水 澳洲海盐 美国欧盟CAS有机验证 什么都加就是不加化学 洗了支拳 让身体微笑的好味道 更有顶级有机原生黑豆酱油 金干上市 IoT and Light Tower Universal Power Supply System Outdoor Lighting Power Supply Real Time Surveillance IoT Remote Control Economic Benefits Green Energy Eco-Friendly Energy Drives Our Life Aveen The pulse of the city It's like a heartbeat It never stops In this vortex What's important Is stability No matter what shocks Life delivers It's a bumpy road And on a bumpy road You need a steady ride Everyone has that little something That keeps them steady Stability It's an art It's a science 腳是人体的第二心臟 足弓则是身体的地基 德行天下足弓健康鞋垫 采用德舒服专利滤金乳胶 防眉抑菌透气除臭 远红外线 平均释放足部压力 减少膝关节耗损 让您久战又耐走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德行天下 0425319388 欢迎回来 中共又拿人质外交报复 华为风波了吗 中共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理由 拘留两名加拿大人 几个月之后 昨天正式逮捕了两人 那么对此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表示 这是任意拘捕无法接受 而加拿大媒体则是认为 应该有更强硬的反制措施 好 将来大总理杜鲁道批评 中共任意扣押加拿大公民 而加拿大国家邮报指出了 就在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关乎 华为的行政命令后几个小时 中共就批准逮捕了两位加拿大公民 被质疑是报复美国盟友 报道还提到了 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 可以从700万豪宅搬到1300万豪宅 但是呢 两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却是被剥夺了睡眠 也被禁止会见律师 那么国家邮报另一篇报道 引述了专家的说法表示了 是时候要动用加拿大的 马格尼茨基法制裁剥夺人权的 中共官员了 专家说如果中共不对自己负责 至少我们加拿大应该实施签证禁令 资产扣押等等 好我们接下来关心台北市场客文者 日前受访时批评蔡英文 面对中共威胁 强硬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的做法是挑衅 那么昨天蔡总统回应了 一国两制呢 不是台湾人可以接受的 站出来讲清楚是负责任的执政者该有的态度 而国防部长颜德发也证实 从2011年 中共船舰就有进出第一岛链 2012年后每年有三到六次 他说威胁并不会因为执政者有所不同 做总统的都必须要站出来讲清楚 一国两制不是台湾人可以接受 在柯市长眼里或许说这是一个挑衅 但是这绝对不会是挑衅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者应该有的态度 强烈回应台北市长柯文哲批评 总统蔡英文在台中受访时 强调这是负责任的执政者该有的态度 而国防部长颜德发 同样也在立法院被问到这一题 如果说因为我们捍卫主权 我们不接受一国两制 这个不好 这个是下策 所以导致中共一定派船舰出来 这个说法公不公道 不公道 我们是和平缔造者 对我们必须要去侵略别人 我们只是保护我们家嘛 我们在维护我们的国土 对于共机频频绕台 威胁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 蔡英文表示 威胁不会因为执政者有所不同 而立委也在质询时列出资料 指出从2011年 中共船舰就已经绕台 即使马政府时期 接受九二共识 次数也没减少 2011年到目前今天为止 2019年 我们会发现 在主张九二共识的马政府时期 数量也是差不多 它就是消灭中华民国 这是它的目的 所以它的不放弃武力犯台 对我们的军事威胁文共武汉 始终都是存在的 中国对这个区域的企图性 不会因为是谁执政而又不一样 它的企图性只会越来越强 蔡英文也表示 这几年来政府谨慎处理两岸关系 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支持力道也强 她进一步说 清楚表达立场 主要是不让中共误判 也不想让国际社会认为 我们没有守护自己国家的决心 新常人亚特电视湖众案 邱听喜黄晏林 综合报道 好我们再来看到高雄市议会总质询 昨天轮到了民进党议员 陈志忠质询韩国瑜 那么韩国瑜回答是称呢 自己是总机自我解嘲一番 而在寻答中 陈志忠呢是逼问韩国瑜 高雄经济发展主轴是否有调整 主轴是什么 经济发展主轴是什么 对我去帮你主轴啦 请教市长主轴是什么 高雄市议会总质询 议员陈志忠关心 韩国瑜喊出的爱情产业链 观光策略 挖石油 引进F1赛车 赛马等口号 这些项目都没出现在施政报告上 是不是高雄的经济发展主轴有调整 不过陈志忠却问不出一个具体回答 我先把庶民经济能够发展完毕 第三强力招商 强力招商是主轴的 现在中 我当然要招商啊 我主轴啦 我现在马上可以念给你听 但是我要把我们经济发展的想法 市长的脑袋是很关键的 一句话给我们讲 因为时间有限 不好意思 主轴是什么 议员不用急 你还有三十分钟 强调经济发展有自己的想法 最后陈志忠无奈请韩国瑜坐下 要求市长后续用说帖来回复议员 而韩国瑜在受访时这么说 高雄市市长每天讲发大财 看起来傻乎乎的 其实发大财有神圣的目标 跟神圣的宗旨 我想高雄市如果真的发大财 老百姓生活的越来越好 真的到这个整个经济能够 到了另外一个更高的层次的时候 一定要重视教育跟关心弱势 对于高雄经济发展内容 没有给出具体说法 而对于国民党中央通过的 总统提名特别办法 韩国瑜则呼吁支持民众 不要用他的名义 募五百万初选经费 新常人亚太电视 胡宗安林宏观 黄烟玲台北高雄报道 台湾野莲 三纯粹保湿嫩白系列 天然精粹 野莲多生态原液 富含高亮杨梅黄桐青春元素 复活修复肌肤 重返青春痰润 独特微分子生态 渗透基底 长效保湿 索水痰润 打造清爽透亮自然美肌 全新台湾野莲系列 原生活 哇 风景好美呀 可惜老陈今年无法同行 老林要住院观察 老王两口子有吃不完的药 老张 来 感谢一路上游你 选择完整的爱守护我 添加钙质及多种营养素 让我维持健康增强体力 就像家人一样爱着你 出入国际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 掌握重复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 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夹具 唯有沉浸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家具首选 沉浸科技 欢迎回来 随着科技的快速变迁 台湾是加大力度在发展人工智慧 科技部携手 台湾三家业者组成的国家队 共同打造了一项能够提供AI计算服务的平台 而这个平台呢 即将在今年六月开放给学研界申请使用 而对产业界的服务则是预计在今年年底上限 科技部携手台湾三家业者广达 华硕还有台湾大哥大组成的国家AI队 共同打造提供AI计算服务的TWCC台湾计算云 目标要在功能 速度 资案 还有服务面达到世界级水准 未来更将作为台湾产业AI化的关键要素 TWCC指的就是它的computing cloud的意思 也就是说它提供就是一个运算的平台了 你把它想成说我们现在手机 大家有手机其实光手机不太能做什么事 是上面要很多APP才行 所以现在有点像说我就create 可以上面涨很多APP的这个平台 所以任何一个团队要进去用这个AI主机 不要自己再进去说你这个主机的 比如说我的CPU要怎么去R-Sign CPU要怎么去R-Sign 这些都不需要 它的这个资安等级是 我们台湾大哥大致二十几年累积下来 要处理这么样大量的消费者资料 所累积下来的能力 所以这个我相信对这个 我们这个TWCC的这个资安的等级 我们是非常有信心 它是一个国际级等级的资安防护 台湾计算云的强力后盾 就是国家AI对共同建造的 AI超级电脑台湾山二号 这可是在去年底公布的 国际超级电脑指标TOP500 挺进了20名 台湾山二号即将在今年6月 开放给学研界申请使用 而对产业界的服务 则预计在今年年底上线 在TestRite的时候 就是四个AI中心的相关团队计划 在里面去跑 所以学研界本来就是鼓励 他们各种方式去试 那我们就以AI计划为主体当作主导 那其他计划应该进来 试的我们计划都会开放 那对产业界就是说 它产业的时间比较有限 我们希望是所有的2 都比较完整的时候 他们不用自己做很多的调整 就可以进来使用 未来台湾计算云开放之后 中小企业或是新创产业 能在平台上做合适的应用 科技部长陈良基期盼 在产观学研的通力合作下 能够孕育AI产业成为台湾 下一个兆元产业 新唐亚太电视 邓家伟赵婷 与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好 接下来带您看到 5月17号的天气预报 5月17号的天气预报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文新唐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